第二百四十五集 魂飞魄散对这鬼来说 是最惨的结果 虽然几百年后还能聚婚 但一身修为算是白费了 所以鬼魂一旦被人制住 听到这句话 就算不求饶 也一定会有恐惧的表现 但面前这只鬼 却毫无反应 难道真的不怕死到这个地步 连小马也感到了奇怪 说道 这鬼怎么没反应啊 不会是笼子吧 叶少阳白了他眼 鬼哪有笼子 除非是魂魄不全 被封了天厅 不过自己能感知到 这个鬼魂魄齐全 又尝试了几次跟他对话 还是没有回应 皱眉思索起来 突然想到一种可能 取出一张灵符 手沾朱砂飞快地画了几道 贴在女鬼额头上 捏了一边皱纹 大叫了一声 破 一股鬼气从女鬼身上震荡而出 叶少阳急忙来到他侧面 往后一看 立刻深吸了一口气 果然 女鬼身后有几根红绳 穿进他体内七大鬼穴中 崩得直直的 那一头一直延伸到了树林深处 被树木所挡 看不到来源 七声定魂 叶少阳惊叫了一声 当即抽出了灭灵钉 对着七根红绳斩去 那女鬼忽然向后飞去 速度极快 避过灭灵钉 同时挥舞双臂 附近的樱花树立刻一阵剧烈摇晃 樱花满天飞舞 挡住了叶少阳的视线 叶少阳一见下去 将凝聚在樱花上的鬼气震碎 樱花速速落下 叶少阳举目往去 早已经没有了那女鬼的影子了 女鬼呢 小马问道 她拉回去了 谁拉的 拉回哪里去了 叶少阳没有回答 对这件事情 她虽然有一些推测 但在得知真相之前 还是不要瞎猜得好 叶少阳手持七星龙泉剑 继续在樱花园里迂回前景 小马二人跟在后面 小马突然一拍脑门说 我看那妹子 那个女鬼的打扮 很像是学生啊 会不会是小慧的表姐 叶少阳的心中一动 之前的女鬼刚被拉走的时候 她就想到了这种可能 小马接着遗憾地说 可惜没看到她的正面 不然回去跟小慧描述一下 就知道是不是了 叶少阳倒是没觉得有什么遗憾 反正这是最后一个鬼阵 所有一切都在这儿了 或许不久之后 自己就能找到那一切谜团的真相 想到这儿 内心也是生出了几分兴奋 加快脚步走去 几分钟之后 三人走出樱花园 抬头看去 对面是一座山崖 山崖与樱花园之间 有一块小空底 中间有着一座最大的陵墓 用水泥石抬圈起来 墓前竖着一块巨大的大理石碑 上面写着墓主的名字 是一个叫做马渡园的人 这里埋的肯定是马家的长辈 就是不知道是哪一个 老郭说道 绕着墓碑背面 突然惊气地移了一声 哎 小师弟 你过来看看 叶少阳立刻走了过去 坟墓的后面 有一口水井 井口气成八角形 井水很满 一直满到了井沿上 水好清啊 小马蹲下去 好气地想捧一捧水看看 叶少阳立刻止住他 瞪着眼说 找死是不是 喜奶奶就在这下面 什么 小马和老郭都被吓了一跳 连退了好几步 睁睁地看着叶少阳 叶少阳没理会他们 他们趴在井边 朝水中看去 将井壁只有两三米深 下面是一个巨大的水中空间 其中烟云凉绕 看不透彻 水下 好像有一棵树 用念力感知了一下 水井周围的空间 只有淡淡的阴气 没有一丝鬼气和妖气 这反而更加证明了自己的推断 不过 为什么会有湿气呢 叶少阳转个身 打量了一会儿那方坟墓说 这下面的湿气 有问题 小马立刻问道 有什么问题 叶少阳只想着尸体的事 随口说道 说不清楚 得挖出来看看才知道 一抬头 看到小马手拿工兵铲走了过来 插在坟堆上 就要铲土 立刻跟老郭一击把他拉住了 我去 你疯了 叶少阳骂道 小马眨着眼睛 怎么了 你不是要我挖坟吗 我就这么一说 他妈的 你敢挖马家的祖坟 你不要命了 我 小马这一时才回过神来 捏入道 你不是说我尸体有问题吗 不是万一是僵尸什么的 咱们帮着灭了 对他家有好处吧 叶少阳赤道 什么好处 你跟人家说的痛吗 我见到马城 跟他说我绝他家祖坟的时候 发现他祖宗变成僵尸了 被我好心给灭了 你说他会不会看死我 老郭也上前 训斥小马乱来 小马挠了挠后脑勺说 不能挖坟 那怎么验证尸体出了什么问题 当然有办法 叶少阳说完 取出一张空白灵符 用朱砂画了几笔 做成誓冤符 然后从坟头上 拔下最长的一根草 包在誓冤符里 双手握住凑到嘴边 默念了一边皱纹 然后对着誓冤吹了一口气 打开来 之前那根草居然萎缩成了一堆浇灰 叶少阳用手指沾了一点 伸进嘴里尝了尝 小马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说道 什么味道 叶少阳看了老郭一眼说 肉丝 肉丝 小马振住了 这东西还能吃出肉丝的味道 叶少阳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你就不要打岔了 我就说正事的 小马撇了撇嘴 不作声了 老郭听见肉丝两个字 眉头里一颗皱纹起来说 果然是九窑之术啊 九窑拱月 这口井 九十月 叶少阳点了点头 走到那面山岩前 仔细观察了一下 虽然是峭壁 但也并不是完全平整 叶少阳一直看上去 推测和牢记住 每个可以落脚的位置 然后撸起了袖子 敏捷地攀爬起来